点的历史高点位置 企图要挑战 如果越过的话 就等同于大盘10393 他越过了 可惜大力光今天没过 不过他的2580块钱 也约等同于大盘的9800 甚至有人说大概是9900 1万点 十方姐好重要的两档标的 其实如果说大力光再过2640块钱 台北股应该要2万点才对 其实不是这样算的 那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说 那在之前有一个魔咒 就是大力光它出现历史新高之后 拉回台北股市都很容易拉回 大家在担心的是这一个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去做一些的解读 明明只占指数里面一点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的一个担心 主要的眼光是大家 因为大力光是股王 所以股王在跌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所难免牵连到 其他的高价个股 它才会造成的一定的影响性 不然的话 以它占大盘的加权指数点而言 不应该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性 的确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台积电的影响 应该会比大力光会比较大一点点 我们先来看看整个台积电 台积电在最近里面 我们可以发觉到在最近 大家会被报纸媒体上面来讲 搞得头昏转向的 一下子说多 一下子说空 等一下里面我们的阳光男孩 大概也会解读一下面板 一样一个月以来一下多一下空 到底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 大家都搞得很奇怪 台积电也一样 外资说了哩哩喳喳一堆 说被整个三星抢单之前看坏 今天买5万多张要干什么 对不对 那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现在看台积电 我个人认为我们从一个中性上面 来看这一家公司 它的竞争人类跟它的获利 以去年2014年的EPS 已经公布了 10.17 10.18 对不对 对 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股价 是在141块钱 所以如果以去年的获利上面来比 它的本益比不到14倍 没错嘛 那请问大盘本益比几倍 几倍啊 现在大盘 大盘大概16倍左右 所以台积电还有点落后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也不知道外资到底在 我觉得外资还是在 齐仙货市场上面 有它很多的一个考量 那再过来以2015年 如果说在齐仙货有很多考量 今天外资当然买超第一名 台积电5万多张 莫非只为了万口多单的期货结算 我觉得有70%是如此 那怎么办那明天呢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解读 台积电的一个走势 那以2015年 从整个台积电张忠谋法术会的内容上面 认为今年里面会比去年里面成长 第一季是谷底 那目前推估出来 它今年应该可以成长16%到20% 那这样出来的话 它的EPS应该是在12.5到13.5了 可是重点是呢 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句话 第1季淡季不淡季 为什么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 大部分的平盖个股在第一季的衰退 大约都是两成 对 那它居然淡季而不淡 也就是说 它说它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跟去年的第4季持平 不要忘记2月份放假很多 它还持平 是不是告诉它订单是接不完的 就是因为这句话 外资眼镜跌破一大堆 对 那再过来呢 资本支出不用讲 那大家都知道了 历史新高 对 它我们主要是讲的是这个区块 它的8成是用在16奈米 再过来呢 跟10奈米的部分 在下一页的区块 曙芳姐 这个先请回座 刚刚的字卡最后一个栏位 我觉得好重要啊 资本支出是一家公司 钱砸在哪里 未来的期待性 曙芳说 重要放在16奈米跟10奈米 说穿了 我们台积电要跟三星fighting对抗的 就是在这两个先进制程上 参加某董事长 他找到了大方向 难怪第一季会淡季不淡 是不是这样 进广告 回到香港之后呢 把台积电 摄上的模模糊糊点 请鼠方把它说清楚 别忘了好 很重要的大力光哦 另外 怪了 刚鼠方说到面板 一会儿多 一会儿空 法人不是很爱吗 怎么今天大卖了面板股呢 还有一点哦 今天的面板打到了跌停板 关键原因是什么 除了14奈米 刚刚鼠方有说稍微输了三星以下 接下来有10奈米的进程 但是呢 我真的觉得光看股价 人家说股价会说话 台积电 其实前面的高点没越过 是没有还原全值 如果把每年哦 配息的这种还原全值 把它还原过去 你会发现到台积电时间拉长 它可是创历史新高的耶 142 141耶 所以鼠方啊 麻烦您再继续上来 台积电接下来 它的动作 张中某的想法跟计划 绝对牵动整个台湾半导体的未来 第一件事情 瑞涵讲得很清楚 三星叫14奈米 对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东西 叫做16奈米跟10奈米 对不对 那我们叫奈米的制程 越少的越好 数字越低越高 对 就是制程越高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的台积电 是16奈米 预计第三季量产 但重点是 三星的14奈米 现在已经量产了 也就是我们在之前 根本不怕三星 它的良率上面根本开不出来呢 我们在目前实际的成品上面 已经看到了14奈米的成品 也就是说三星在未来 大家会看到一款新的一个手机 它就是用14奈米的 这个部分 所以变成在之前 整个外资 为什么看空台积电 一路卖到法说会之前的原因 是这一个 那再过来 它16奈米 在第四季的贡献度是高 个位数 所以也就是说 16奈米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是没有办法在今年 对台积电的营收数字贡献很大 所以为什么 因为我跟大家讲 一定要看清楚 它这个法说会用高 可是它是用个位数 也就是说 它是接近10% 但是没有超过10% 我懂意思了啦 它是把英文里面来讲翻译出来 变中文变成这样子 零读的真透彻 没有因为我们有时候要看英文的 就知道它是怎么翻出来 那10奈米是在 这个重点在这里 2017 那今年是几年 2015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说 那台积电我们把它换算过来 外资是说它目标价180 对对 可是以今年的获利是不是13块左右 那这本益比几倍 所以没有给它很高的本益比 所以对它预期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好我们要先讲 大家先从本益比的角度里面来看 外资给的目标价 所以在之前它只有赚8块的时候 它可以给到150 大家还记得台积电之前的目标价是150 对 或是160 现在可以赚12块 现在赚到12 13 可是只给180 我觉得台积电是比加好公司 我觉得它重点应该是在2Q 不是在1Q 因为看坏的外资是说 你第一季淡季不淡 但是第二季呢忘记不忘 也就是你只有比第一季小幅成长 那原因就是在2Q 那2Q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大家可能来讲的话 我个人对张忠盟还蛮有信心的 大家还记得我很久很久以前 我觉得它已经有点自成落后 就是它的平板变大 变成12.9寸 对 它如果在这一次里面是第二季出来呢 它那个处理器是台积电的 比如说苹果的那个平板 对大平板 大平板 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就说 你Apple Watch是三星的嘛 所以对台积电 第二季说它淡季 比跟第一季比就微幅成长 但是那如果跟大家讲说 如果真的3月份大平板出来呢 那这个部分就又会跌破外资的一个眼镜 回到了台积电的单纯 对我觉得台积电呢 明天过高的话 如果以我不会追 它有机会过高但是不要追 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来讲的话 我们的帅哥赵宇 他跟大家讲 哦这个如果成功的话 这叫W底型 对 那等量测量涨幅呢 这个是130 这是142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12块 那你142加12块是154 对 那现在是多少钱 140几啦 141 141 明天是不是再涨就超过142 那你距离154呢 就很接近嘛 不到一层 所以我不会追高 好 这个是逻辑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看它的KD跟量 KD向上 明天如果过高 跟大盘一样不会过高 又背离了 那量呢 也背离耶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台积电是不会追高的一个动作 那我台积电操作我知道 我要个答案 就台积电如果它一直老不过高 大盘的那个 因为它权重又重嘛 大盘那个士气会不会带不起来啊 对 我就知道瑞涵会问大力光跟台积电 台积电过高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 台股 台股的9338 是不是过9251的高 对啊 它并不是台积电带出来的 它是友达带出来的 不如我不相信 我们来看 9338 我们同一个时间在这里 对不对 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股价 台积电 真的不是台积电带出来的耶 不是 那我们来看2409的友达 友达带出来的耶 对 所以大家先知道是 这只是一个轮动 好 那现在我们来回来看 所以我说 现在的台北股秀 一定要记住是一个轮动 像今天里面 还没有过9338 但是很多的股票 像刚刚我们的一个制程 谈到的中概股就过啦 是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 它就是一个tempo 一个步调 它手中 外资的操作 手中指数 那大家还知不知道 外资等一下瑞涵会爆 那之前里面金融股 它卖了一堆 今天还不是买一堆回来 它就是在指数的操作而已 那我们来看看 308的大力光 现在大家就有在说 大力光过高 之前2640 对对对 看长一点 它拉回 台北股市就拉回 第一件事情 9338也不是它过的吧 对对 没错 这个是929593 大盘的9338在这 所以主方姐这样没对比就知道了 它9338的大盘的高点 不是大力光带的 是友达带 也不是台积电带的 对都不是 这个是低点 那第二件事情 大家先了解到大力光 它什么时候才有全值的影响性 是这一段 对对 因为我们说加权指数是 资本额乘以股价 在处于全台湾的 一个所谓的总体资本额 出来一个加权指数 对 那以大力光 假设它现在是2000多块钱 今天才涨一点 对大盘贡献才一点 对 所以它主要是人气的问题 也就是大力光如果跌 大家就说 哇 这个高价个股里面来讲 比价的效应往下比价 我们来看看1565的高价股往下比价 它的重点是在这里 它并不是对指数上面有影响性 今天连股后你看那个汉维科的分 都有点点涨不太动 反正大力光涨 但汉维科股后也就掉了 那我先跟大家讲原因 我们来看大力光的龙卷 你会发觉大力光每一次它的龙卷 只要在相对的 因为它龙子很少 所以750张龙卷就算多 算多了 从以前而言 你可不可以发觉它这样 它很少超过1000张 连续两个月超过1000张 好那重点来了 我们把大力光 这是我们看它这是它一年之中 我们来看到前面 你会发觉它在3月4月 从去年年底1月2月3月很容易涨 对 龙卷要强补 哦 强制回补龙卷 对龙卷要强制回补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变成我我认为大力光 会不会影响到台北股市 它主要是影响到是高价个股的走势 那所以大力光呢 在之前里面来讲的话 它比较弱的时候 假设有别的 别的像宏达电那一些 如果能够撑起来 其实相对应的 应该影响性就没有这么大 未来基本面的期待呢 其实大力光我比较要跟大家讲是 必须要跟市场讲 电子股第一季里面来讲 大部分都会衰退 所以等一下讲到友达群创也一样 大力光也一样 它的第一季里面来讲衰退25%到35%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衰退呢 因为本来就进入到淡季啊 苹果里面的销售不会这么好 第二件事情 这个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毛利 但是大家看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阴圈马达 这个就144.87 然后我们来看看 假设今年赚170咧 170块钱 那重点你144.87到170 是不是也高度成长 但是现在已经接近2640块钱 外资看大力光多少 3000块附近嘛 对啊他们看3000耶 那这样空间呢 也不大啦 这样算不大啊 对啊 因为太贵了 因为它很贵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啦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 外资他没有考虑到我现在要讲的三个东西 一个现在手机到底要不要用双镜头 要啊 这是有流行啊 对如果要的话 那请问 那整个EPS的估计就不是这个数字啦 重算 而且淑芳啊 那个林恩平好像在法师会当中 有稍微暗示了一下 所以现在客户都要求双镜头 对不对 对 所以人家在猜测说会不会就是苹果之后的双镜头 不是中国智慧型手机 中国的啊 中国智慧型手机在未来里面就会看到很多双镜头的 OK 虹达电影师双镜头嘛 是是是 对不对 苹果还没有确定啦 苹果iPhone7还早得很 再过来隐形眼镜大家知道的 嗯 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了 车用监视器 对它以后会走到 大家现在在讲车联网嘛 你要用无人汽车 那请问要不要镜头呢 要啊 那就是这个东西 OK 所以它是未来新发展的方向 但是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 那大力官我们现在回到它的技术面 如果过2640能不能够买 假设台积电是154好了 假设它的一个150块的整数高昂卡 你如果到140几 没百 那130几呢 有啊 就有百了 就回档就在这边 对所以这个也一样 那为什么说这个股票 第一件事情它过高 假设是明天它也不会过高 那量也下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拉回都可以买 它跟台积电可以买 但是过高就不要买 感谢属方 今天的这两家公司实在太重要了 挑战前面的高点 不论是普通高点 历史次高 历史最高 对行情是有它的意义存在 对台湾 台湾的整体的半导体 包括了在科技新品物联网 两大产业的区块 都具有指标意义 台积电跟古王大力光 刚刚呢 为什么在第二阶段 我有特别讲到说 哇 整个大换手 先看外资的买超 他买台积电 日月光 连电 细品 以上我所画的都是半导体大的权重骨 请看卖的 卖的部分 友达 友达 你看他的分 今天面板果 友达打到了跌停板 再看个群创 群创也跌停板做收 您如果天天看前线百分百 你就知道 友达跟群创的K好不好 当时他们如此之强 这一波段 谁买上来的 告诉您 去年十月份到今年的一月份初 外资沿路买 那时候友达群创 外资买超多前几名 现在翻得跟翻书一样 把它卖出来 然后呢 卖友达 群创有没有卖 告诉你 劲爆了 群创外资是买的耶 买了1400多张了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 全面性的看坏面板股 提到了友达群创 我又列了一个大主题 今天到底面板怎么了 面板个通通 友达群创的跌停板 拖累了整个面板股 今天压根的涨不太动 是这个大换股呢 还是说面板本身的基本面 出现了大问题 危态 刚才楚方姐说 这个产业变化非常快 这个上个月说多 这个月搞不好就翻空了 你说有阴谋 有阴谋 对 我看到的不是阴谋 我看到是两大报 在那边互相互杠 这是真的 我们看到今天的工商时报 它今天关于面板的一个新闻 是说电视面板的涨势 可能到一月份的下旬就告终 就反而在这个经济日报的一个 针对面板的一个报导是说 面板双虎第一季的业绩 没那么淡 没那么淡这是好的 可是我要稍微补充 刚刚我们微泰讲的 工商时报在之前 有没有讲把一个证券版 头版登很大一篇 说外资美 汇丰 调升 友达跟群创目标价 一个调到30块 一个调到多少 那为什么今天就登空呢 它那个好像是一两天之前的新闻 也是工商 所以你看那个面板消息 实在太难抓了耶 对嘛 如果说是一般投资朋友 你是习惯看股票 看报纸做股票的话 真的是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很难赚 无所适从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 这个美系的一个报告 它分别把这个友达跟群创的 一个目标价都往下调 我大概算了一下 这两档面板双虎的一个 股价的目标价都大概调 往下调大概18%左右 18%左右 那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它说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第一季是传统的淡季 OK好 那尤其是在 我们看到在最近 包括像俄罗斯跟巴西 他们的一个需求 都刚刚好因为 这个汇率的一个贬值的关系 造成大幅度的下滑 所以对于这个IT方面的 一个面板的需求 就出现了几栋 所以在这个所谓IT 这个面板的一个报价 就开始往下滑 但再加上其实在过年之前 大家对于电视面板拉货 大概也暂时告一段落 所以其实在第一季的这个面板的一个爆价 是呈现一个往下去出现下滑的一个走势 所以面板股现在的操作呢 如果手上还有面板股的怎么办 其实我认为在接下来 这一个不管是友达或者是群创 它近期的一个抽码面已经开始出现松动 乱了就对了 您刚刚有提到 这外资其实针对友达 就已经很明显的站在跟卖方 所以在抽码松动的情况之下 比较好的预期是说 它会在高档做震荡跟震力 做抽码的成定跟换手 如果说比较不好 可能就直接往下做修正 所以其实对一般手中有面板双股 投资这边 我也比较建议就是换股操作吧 反正现在刚刚你有提到 外资这边也在换股 它换哪里 它换到会长得像是半导体族群的部分 台积电半导体 对 那不如你就跟在外资一起换 所以我觉得换股操作 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项 至少我不懂的是 如果你说看面板产业看坏 你应该台积电跟 应该说友达跟群创是同卖的 它为什么是卖友达 然后买群创这个逻辑怎么解释 因为友达赚的比较多 是这样 对大家去看 友达之前一波外资 从很低的成本上来 讲到重点 外资买友达比较多 外资买友达之前买比较多 这个简单讲应该是先属一个 获利了结的一个结构 那因为刚刚韦太有讲的事情 我顺便再补充一下 其实友达高点接近的那一天 也就是他法说那时候 他有讲到 其实一二月份这边本来就会稍微 比去年第四季淡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些端倪透露出来了 那大家谨记就是说 面板我观察这么久 它们有个特色 只要通常出现K线 连续性的超过三根黑K棒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是有一波的回档 那当它第一档 也许K线出现连续性三个红棒的时候 它就又会连我一波涨势 所以没有尊重熏到以前 我是觉得大家就参考 融资也有创四年半新低 这是我观察的 它有答案的融资也有创四年半新低 新低 对 今天跌停板股价也 整个说正式就比净值又更低了 它净值好像十八块多这样子 对 所以它今天跌停股价已经低于净值了 其实维泰还有一大类就是低润 低润其实也常常会被爆价涨跌有所牵动 回来让维泰说明白了 那低润又该怎么看 另外一个点 这个您得要知道了 先说苹果 突然间苹果股价昨天大涨2.5%以上 苹果怎么突然又大涨了 什么样的消息 苹果派今天全部都扬 基本面上追仔细 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一个 春节放假好多天 您想去哪里玩呢 不要去找那个人很多的 美景棒得不得了 大家还不知道的 漂亮的先进 面板低润 大家都会去看 它的那个报价 如果报价跌了 或可能会跌了 股价就有压力 报价要涨 那股价买盘就会加温 第二大类就是维泰 低润 我们看一下低润好不好 低润其实没有像面板那么糟糕 难科还稳在盘上了 所以低润股呢 因为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因为反映它的财报的亮眼数字 所以在股价上面有一段激情的一个演出 不过一样是面临到今年第一季 相对的传统的一个淡季 所以其实在现在来讲 在需求面的一个部分 并没有特别的拉货情况 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报价 就没有再往上去进行一个调升 那比较长远的一个角度来看 就变成说 大家会关心就是在最大竞争对手三星 当然它不会去扩产 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制成的提升 然后造成它的这个产能的一个扩大 我想这个是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低润族群的供需平衡的一个问题 所以请问如果第一季 网传的第一季 如果是电子的淡季的话 外资的买盘会不会转移到了传产 刚刚制成也带到中盖这些传产 传产金控的买盘逐渐加温 有没有可能 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在低润股的部分 在过去这两三天当中 都看到其实有在针对 那是华雅科这样子的一个标的区进行调节 那在这上其实外资最近也针对 有一部分的一个金控股 包括像国胎金 富邦金 他们在修正一段时间 就看到这个外资重新回头站在买方 所以确实有可能会看到 这种资金的一个转移 今天的外资的买钞当中 蜀方刚刚有带到了 金控股买多少 20档当中我刚算了一下 5到6档中信金控 开发金 开发金我们昨天有说 富邦金 这些国泰金 都是站在买方的重要金控股 同买的中信金 细品 中钢 统一 有没有看到 中钢跟统一连投信都站在买方 所以外资 法人 布局 有没有有点转移到了金控跟传产呢 这是我刚刚问违泰的目的了 在同卖的部分 尤达 伟创 赵峰 金控都在同卖 然后您看一下投信的卖超 这两档跌停板 原来是投信卖的比较大 宇哥在法人动作当中您看到什么现象 第一个 庭力卖出 群创 尤达 投信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呢 被蛇咬到上针2X 对 今天反弹一下 赶快卖 卖1700多张 所以投信这地方操作看起来就是 我们刚刚讲这两个方向 在卖超的部分 那另外来讲的话 如果是以买超的部分 投信买超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概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是异光的部分 因为今天LED整个族群比较强 那当然异光的一个 融资约我们强调 它的筹码面来讲是不错的 它融资约是蛮稳定的 减少 对 再加上它去年前三季的 获利数是比前一年同期要增加 那我想异光这个地方 当然投信也持续做买超的一个部分 还有就是自身 那当然大家也讲自身 甚至跟大力光有关系 光学镜头强 所以今天投信买超第一名 在置身的一个部分 外资在买超的部分来讲 只有一个重点 刚刚提过就是指数嘛 前十名就是指数啦 但是如果后 11到20名来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还在买航空股 真的耶 还在买航空股 华航船航空 对 还在买 所以代表这个趋势 因为低油价是一个 确定的一个状况 目前来讲 所以它的一个好处 我们这件好处 会对航空股来讲 它会是持续进行的 是 所谓的现在进行式 对 所以航空股来讲 我觉得这个 外资持续长远看多 那外资卖超的部分来讲 大概只有一档 稍微看一下 就是应业达吧 应业达 我想大概就是 可能前几天买一买之后 今天又反手丢出来 就代表说 这个部分来讲 可能是倾向于短线操作 感谢宇哥的补充了 我们赶快秀一下 那个运输族群 海陆空 油价频频渐到六年来新低 只要油价继续在低档 然后破底的话 你看 航空古狼运输类古狼 买盘就在加温 讲到了长跟强 接下来 苹果派 秀一下苹果派 昨天呢 苹果派有人气 今天苹果派呢 继续强哦 旺宏法人也在瞒 所以呢 旺宏说他要跨足到那个 攜带器装置啦 物联网的这块领域 所以呢 最近有点人气 说苹果 请看美国的苹果 昨天的苹果呢 大涨2.58% 而且漂亮 它以最高点来作收 当天的最高点 苹果的股价更特别啦 如果您看百分百 就会学到的技术面 什么呢 一只脚 两只脚 三只脚 有没有 不知道 但是似乎有那么一点企图心哦 因为 红K棒 可惜量不是那么样的出来了 所以志成先问 苹果为什么长起来 理由在哪里 脚 第三只 有可能吗 好这个 先给大家报告一下 苹果上涨的理由 因为1.27号 要公布整个财报了 那目前我们这边预估 应该有机会 会创整个历史新高 那顺便一提 就是说 Apple Watch 目前观察 已经有在量产出货了 所以各位去留意说 整个台湾跟Apple Watch 有关系的供应链的公司 其实我观察这一波 好像似乎 法人买超的动作 在外资没有大买 今天这种大买以前 就已经没有在停了 一直都有在买 对对对 那尤其还有一个就是 苹果iPhone 6 大家预清i6s 可能有机会要推 那它整个一个手游的概念 要将整个驱动会提升 那未来可能会将具备 手游就是手机上的游戏 游型的Gaming 对 会有具备2GB的低功耗 那第三代双倍资料 绿记忆体这个东西 那甚至还把那14跟16奈米加速处理器等等 那当然这些种种的一个前提 我相信在苹果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它的公布财报的时候 会不会顺便讲出未来的展望度 那我是建议大家 目前看起来 如果以台湾苹果供应链 目前的业绩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苹果还有机会再去创高 但是各位留言 目前以技术格局来看 还没有办法马上确定说 它要去创高 它的前面的119.75是历史新高 一拆期之后的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那因为各位留意就是说 因为苹果它每次 刚刚瑞涵说的很好 这个角 我观察苹果很特别的是 有的时候通常我们看 一家公司看一只角 都会看到红黑棒对不对 苹果它有的时候 过去历史里面 它每次都是打下来 黑黑棒 留一个角起来 它有时候就反攻上去了 的确 它很特别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 你把它close 刚刚志成讲说 苹果的角怎么打出来 大部分的人 是用红K棒打角 结果你看它这只角 它是用黑K棒 然后留了一个打下去 买起来的 长长的下影线 这只角也是黑K棒 打下去买起来的 长长的下影线 再看这只角 黑K棒下影线 今天的红K棒也有留 打下去买起来的下影线 所以苹果的角 是来自于下影线 堆砌而成的 是没错 那简直上 建议大家去参考 那个量 为什么我讲还没有看到 能够过119.76的讯号 因为目前的 换的一个量 还没有很明显看到 所以我反而我会建议 各位就说 如果对照苹果来看的话 我们期待的是 1月27号这边 事出利多 那当然台湾的瓶盖股 就值得去注意了 那这当然瓶盖股里面 其实我最近观察 比较明显的 有一个族群 它不知不觉 越来越高 我们一直强调 这原物料在叠的概念 铜有大叠 那铜的部分 就是整个PCB 上游这个区块 它的一个 印刷电路板的 必备的一些的材料 材料 所以相对来讲 你可以发现像 之前YZ一直在买的 还有包含部分的封册 封册也是上游的这些 金属的制程 它会慢慢的 带出这个效应来 那当然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苹果目前 坦白讲 新的产品的东西 大概都要看 Apple Watch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个东西 也值得注意 我举例来说 因为苹果 像我看那个方姐 也都跟我来说 其实大家用苹果有没有发现 通常苹果在充电的时候 速度都比一般的手机来得快 您跟那个方姐 都是果粉 鼠方也是果粉 对不对 没有啊 其实我三星跟宏达电的手机也有 只是出来都带这一支而已 所以就是Fashion的代表 不过你说苹果的手机速度也比较快 它充电的速度 充电速度 变快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提案就是说 之前大家都在讲无线充电 那苹果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打入无线充电 因为无线充电没有那么快普及 那相对来讲 可能快速充电这个领域 在台湾反而慢慢的 有些公司它会拉到 中国到那边开始跟着去运作 所以我建议大家 像苹果可能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我们讲Apple Pay 已经很多人知道 有人来提债股了 那像快速充电里面 我在观察台湾大概就是 像这个Apple Onba 那还有包含有一些 就是说快速充电的公司 我建议大家这个趋势 跟指纹辨识两大趋势 是苹果概念股当中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的 分享一下 但苹果派抓的方向 跟往常不一样了 接下来也要不一样了 因为春节 我们要放很多天的假期 这是很重要 你们 通常